創意比財近在運通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1月25號 台北股市經過了整理 在今天禮拜一 而大家度過了這一次的 一個霸王級的一個寒流之後 台北股市今天 從指數上面來看的話並不冷 但是從成交量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還是很冷 台北股市今天上漲了137點 各位市場信心沒有恢復 也就是今天的上漲 很多人是不敢在這邊去買股票的 為什麼 因為過年快到了 封關的時間快到了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上個禮拜的時候 微博把博樂指標打了一個問號 今天轉為向上 我們先從今天給會員的第一通訊息 來做一個說明好了 這是今天1月25號 早上9點07分 微博發給全體會員的第一通解盤 好 各位台北股市今天開盤 今天開盤其實並不是開很高 今天開盤的時候大概是在開平左右 因為開盤的話是在7813 大概是7813 好 各位開盤漲57點 但是開盤之後卻是逐漸的走高 為什麼 今天反而可以脫離這一段時間的 一個低迷不振 成交量並沒有出來 今天成交量連700億都不到 但是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指數為什麼可以上漲 第一個原因在於博樂指標向上 好 這個是今天開盤的位置點 現貨也就是台股大盤的部分 博樂指標日線它轉為向上了 上個禮拜的日線它還不是向上 它是向下喔 但是因為期貨是向上 所以微博在博樂指標測標打一個問號 好 從日線的一個大盤的現貨 形成博樂指標向上之後 它會形成一個狀況 叫做期貨現貨叫同步向上了 所以微博測標開始改成向上 好 封關前渴望有一波反彈行情 但是各位目標不預波預設立場 好 重點來了 這個地方我把它稱之為叫反彈行情 為什麼把它叫反彈行情 因為就算今天博樂指標向上來講的話 這一波來講它還是屬於一個空方結構 那很多人會去猜這一波會反彈到哪裡 我說不要去預設立場 現在問題在於台北股市的一個投資人 他信心沒有恢復 你從今天成交量連700億都不到 大致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對於這種行情 還是不是很樂觀 但是我必須透過節目在微博 再透過節目跟各位強調一點 只要博樂指標可以向上 好 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博樂指標向上 你們大家可能信心都不夠 你們認為說這個地方 未來還會再跌 我跟各位講 只要博樂指標是向上 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盤 盤漲 波段上漲 如果是股票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漲停板 好 這是可能發生的一個狀況 各位你博樂指標向上 有沒有波段下跌的選項 沒有喔 如果這個行情 真的要開始往下跌 只有一個狀況 叫博樂指標轉為向下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行情 沒有像微博預期的上漲 未來博樂指標再度轉為向下 那我就不敢跟各位講了 但是現在各位必須要正視到一點 波段指標今天是向上的 好 不只是在大盤的部分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大盤 我們先從大盤的加權 加權分析給各位看 這是加權的部分 好 各位 為什麼上個禮拜 微博跟各位打了一個問號 測標並不是寫向上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上個禮拜測標也沒有寫向下 原因在哪裡 因為期貨的波段指標 它沒有向下 是大盤 那大盤的話它被拖累 那為什麼上個禮拜 微博跟各位講 我也沒有很看壞行情 因為國際股市關係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上個禮拜為止 我說就算博樂指標這邊向下 它沒有向上以前 因為它來到低檔區 所以低檔區 這邊低檔區的位置不多 一旦它如果再度向上的話 就有機會往上載攻 所以各位 今天上漲原因在這邊 其實這邊微博要特別 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微博在帶會員的部分的話 有包括現貨 也就是我們有帶股票的操作 股票買進的操作 然後目前為止 微博股票是做多的 另外的話 微博也有帶會員做期貨 期指的操作 那到上個禮拜為止 當上個禮拜台北股市 在這邊上下震盪的時候 各位還記不記得 包括1月21號的時候 還曾經下跌 那這市場有多悲觀 有多少股票下跌 但是當時候 微博有帶會員買期貨多單 這個期貨多單我一直抱著 我並沒有賣出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買進的點位 大概是在哪裡 各位 這是我第一次 因為我們總共目前手上 做了兩筆多單 這是第一次買進的位置點 這是在1月18號的時候 好 1月18號的時候哪一天 我們用台子期給各位看好了 各位會比較清楚 來 各位 我把它放到給各位看 這是今天的台子禁月 今天收盤漲85點 好 各位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1月18號是這一天 我們拉近點看好了 這是台子禁月 105年1月18號 上個禮拜啦 上個禮拜的時候出現一個狀況 好 當天的期貨 從原本的博物指標向下向下 對不對 一直到這一天 為止出現了一個狀況 我們拉近點看 動能線15 曲線13 請問是不是確定向上 沒有錯吧 黃色突破這個紫色 叫確定向上嘛 所以當這天向上的時候 在1月18號的時候這邊 微博帶會員做了一筆 波段多單 這叫波段多單 好 停損我們就是設 博物指標向下 如果拉回 博物指標如果不轉下 我們還會再加碼 我們打算當時候是打算分批 來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好 後來 這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微博請會員再做一筆加碼單了 這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因為博物指標的短線 30分線的部分 他也轉為向上了 好 7730左右 請會員加碼一筆 就是有兩筆就對了啦 這邊是買原始的 這邊是加碼的一筆就對了啦 好 一樣 停損設博物指標日線轉下 為什麼微博會說上個禮拜是我最 可以說是這一年以來 微博最煎熬的一個時間 因為我們確實有帶會員做多單 但是這個多單到上個禮拜 尤其我第一筆買了波段多單 是套牢的喔 套牢的話 上個禮拜各位遇到了什麼狀況 第一個國際股市大跌對不對 然後選舉結束了嘛 選舉前大家不看喔 選舉結束後 因為要過年要封關了 那各位上個禮拜的時候 尤其是像1月21號 微博1月18號 待會員開始做多嘛 但是卻遇到了1月20號 跟1月20號的一個大幅拉回 這兩天有非常多的 就是我們的一個期貨會員 他開始質疑 不論指標這次會不會錯了 這是1月21號當天微博發給會員的訊息 這是到收盤的時候啦 當天的時候1月21號 來我給各位看1月21號是哪一天 為什麼會這麼掙扎 來各位 微博是1月18號這一天 開始請會員買對不對 但是買了之後他沒有開始漲 博論指標也沒有向下啊 但是這一天 來到這一天的時候 卻是最多會員開始掙扎的時候 他開始懷疑了 博論指標會不會錯誤了 因為如果博論指標錯的話 這一筆單就要停損出場了嘛 那各位 當這一天的一個行情過程當中啊 壓縮到這邊的時候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當天的博論指標 動能線17.61 趨勢線17.34 請問有向下嗎 沒有喔 17.61還是比17.34還要大喔 所以博論指標並沒有向下 所以微博在收盤之前 特別在發一通企劃會員 跟我們的會員講說 台子02因為日線 博論指標他沒有確定向下 包括因為當天我們還檢查 包括電子期 包括金融期 另外還可以跟各位講 包括摩根 摩根指數 都是博論指標向上的 所以多方雖然那天看起來很悲觀 但是我認為多方還有什麼 還有一線生機啊 所以到那一天為止 我們一樣是屬於多方 續報的部分 重點來了 各位 如果微博看漲縮漲 看跌縮跌的時候 那一天打下來的位置點我們把 比如說漲的時候我們就看好 跌的時候我們又看壞 然後微博把期貨的多單 然後就賣出了 各位那怎麼辦 今天又在漲上來 當天收盤價還有73.16啊 來到今天各位 這樣子價差短短的看兩天而已 這價差是200點耶 這樣子啊 短短的兩天的一個交易日啊 這樣是200點啊 微博想要跟各位講什麼意思 各位同志朋友 當初因為我們用日線的部分 去做操作 當微博說買進的時候 都是屬於日線 日線它叫做趨勢 趨勢沒有改變之前 你可以輕言的說 這個行情要結束了嗎 所以微博剛才一開始開中民意 跟各位同志朋友講 我說只要博日指標向上 多方就沒有問題 因為有很多股票會輪著 開始往上發動 只要博日指標向上 它不是向下 那基本上對於這個盤勢 它就會有一個正面的表態 所以當今天一開盤的過程當中 微博發了一個訊息給我們的會員 我說包括現貨 原本微博擔心的現貨 都形成博日指標向上了 那形成期貨原本就是向上了 包括現貨也同步的向上 所以我們認為 不要預設立場 這一個地方的話 就隨著博日指標 也就是各位 隨著這一波博日指標日線 到底可以漲多少 我們的一個操作就是這樣 博日指標日線如果增加越多 漲得越多 那我們就賺越多 那如果博日指標增加的幅度比較少 我們這次就賺少一點 但是你會發現 微博跟各位投資朋友談的 都有一個依據 也就是微博進出 我們不管是在期貨 或者是股票過程當中 我都是進出有依據的 到上個禮拜的行情 大家是悲觀到幾點啊 微博包括我們的一個 訊息內容都有跟我們的會員講 很多人說這一波行情 會持續的往下破底 但是我們到上個禮拜 雖然微博博日指標 給各位打了一個問號 我必須忠實博日指標 因為上個禮拜的現貨是向下嘛 向下它來到低檔嘛 然後期貨是向上嘛 所以微博只跟打一個問號的原因 在這個地方嘛 但是上個禮拜就算現貨向下 我們還是沒有看很差的原因在於 各位這是當天1月21號 也就是1月21號當天有沒有 大家都認為非常悲觀 要糟糕的時間 當天的時候 我跟我的會員講 後續的國際股市 將影響台股是否出現反彈 但是從當時候微博檢視 包括美股 四大指數包括歐股 包括雅股的博日指標都怎麼樣 都來到了第一檔區啦 所以我們當時候包括我們認為7700點以下 都屬於超跌的看法 並沒有改變啊 包括上個禮拜啊 上個禮拜也是一樣啊 上個禮拜的時候大家 因為整個市場的信心是悲觀的嘛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就說 這個盤是不是開始往下跌的啊 會不會從此一蹶不振 我說不會啊 還沒有啊 因為台子其他到上個禮拜 還在努力的守住博日指標向上啊 而且包括 我有跟各位講過了嘛 目前為止有很多個股的博日指標 都是向上嘛 所以我們認為7700點以下 超跌的看法並沒有改變 那這個地方會漲到哪裡 我覺得就看按照博日指標 按照博日指標這一波它漲到哪裡 如果博日指標一直向上 行情就會一直往上看 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博日指標再度轉回向下了 各位 因為接下來 如果未來博日指標再度轉回向下 它不是在低檔向下 它是在低檔以上 可能到30幾 40幾 然後轉回向下的話 台北股市就比較有拉回的可能性 所以現階段 也就是說博日指標一直到封關日之前 我是對於這個行情 我是比較樂觀的 可能從成交量上面你來看 今天大概成交量700億不到 從成交量上面來看的話 你還感覺不出來 但是我必須忠實的 從博日指標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我認為上漲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同樣的 既然這個地方上漲的機會比較大 我就必須跟各位提醒一點 靠勞股票怎麼辦 因為這一波兵器台北股市殺得相當兇 這波台北股市殺下來 已經殺到大家完全都沒有信心了 所以來到這個位置點的時候 我還要提醒各位一點 我說套老股票怎麼辦 一定要殺出去嗎 沒有別種做法嗎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手上的持股已經形成 博日指標向上的 你就不要賣了 因為它還有機會往上漲 至於哪些持股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跟各位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陳老師幫您避開風險 創造獲利 全面55折 設家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陳通投顧陳老師股市操盤系統 全市場唯一由老師親自教學的軟體 是全市場唯一簡單又永用的指標 只要您擁有保證交道會 支付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陳通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著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神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陳通投顧擁有股票 期貨 雙震照 帶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福利 陳通投顧值得托付 02752-5868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航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目前為止 因為有的股票已經陸陸續是在落底 就算比較差的股票 我認為當它的博日指標來到低檔 甚至博日指標轉為向上的時候 都有可能產生反彈 所以現階段的話我會建議各位 如果你手上有套牢的股票的話 應該是要利用反彈 當博日指標向上的時候續爆 或者是你可以加碼 等博日指標再度向下的時候 你要把它全部賣出 這是目前的操作策略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現階段有很多股票 是形成博日指標向上的 這上個禮拜我有跟各位講過了 因為目前有很多股票 是形成博日指標向上的 所以就不需要賣 但是有一些股票 它是從低檔 也就是說博日指標 因為它的這一波走勢 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 那博日指標已經從低檔 並且要轉為向上的 像這樣的股票的話 我的建議是不要去做賣出 它有機會讓你形成所謂的反彈 那很多人可能不曉得說 它是類似像怎麼樣的一個股票 好 這一點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不論指標它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 就是其他的軟體沒有辦法做到的 也就是高低檔之分 在我們使用原則裡面 微博把高低檔之分 把它區分為各位比較容易可以記住 以及比較可以辨識的一種方式 80到90以上叫高檔 20到10以下它叫做低檔 所以有些股票如果來到20 10以下的股票 尤其目前面對博日指標向上的台股 不要再殺低 很多股票是這樣子喔 我舉例給各位看喔 前一段時間都跌很深 這一檔叫8105的凌距 各位 你看一下凌距喔 凌距從25塊一路跌跌跌跌下來 對不對 跌到了 好 11月18號那一天為止的時候 各位 跌到剩18塊 一般來講的話很多人是這樣子 漲上來的時候去追股票 然後套牢的時候加碼 加碼 加碼 加碼到後來沒有信心了 為什麼 因為我說過 上個禮拜你所接收到的訊息是什麼 景氣不好 股市大跌啊 對不對 政黨輪替啊 然後要封關了啊 外資在賣股票啊 所以你會接收到很多負面訊息 所以你可能就把股票殺出去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依據呢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凌距好了 用博人指標來看它的一個走勢 這是8105凌距 好 凌距今天漲停板 比如說那一天是幾號 我們假設 來 這一天就是1月18號嘛 凌距當天是不是從25塊跌到剩哪 剩18塊8嘛 當跌下來的時候請問一下 這個地方是進入高檔還是低檔 好 數字動能線來到10喔 好 各位複習一下 請問一下10是高檔還是低檔 所以如果它是高檔你要賣 但是如果來到低檔呢 來到低檔你把股票賣掉很可惜的耶 因為它的走勢已經差不多了 跌得差不多了 不論只要向下所以它跌對不對 但是跌到這邊差不多了 一旦形成向上的話開始往上漲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覺得 當你一檔股票來到低檔 你不曉得 因為大環境很差你把它賣掉 哇 怎麼辦 向上也開始往上漲 結果今天還漲停板了 怎麼辦 懂我的意思嗎 很多股票都是類似像這樣子 比如說我再舉例一檔 這檔叫4935F茂林 茂林今天也攻到漲停板 但是我要講的不是今天 各位茂林這一度從86塊跌跌跌跌跌到哪裡 我們舉例好了啦 跌到上禮拜五好不好 上禮拜五的話跌到57 86跌到57 各位這樣子跌了30塊錢耶 如果一檔股票你追在高檔區 跌下來的時候全部把它砍出去 為什麼 因為景氣不好嘛 結果你來看喔 比如說4935F茂林 這是F茂林 這是F茂林的博日指標 我們假設看上個禮拜五好了 這是到上個禮拜五的茂林 沒錯1月22號這是日線 茂林下跌的原因是因為博日指標向下嘛 這個沒問題對不對 但是我請問各位 到上個禮拜是高檔還低檔 如果到上個禮拜你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叫進入低檔區啦 進入低檔區你把它賣掉 把它賣掉賣掉賣掉 那各位怎麼辦 他一旦博日指標 你有沒有看他博日指標向上 一旦等他博日指標向上的時候 這一檔股票怎麼辦 他突然間 拉到漲停板啊 那我請問 如果你套牢的人 為什麼不等他反彈的時候再來賣掉 反彈的時候等他博日指標向下啊 這次股票非常非常多喔 我可能時間沒辦法舉例 比如說這個你看 是那個5490同亨 這一波你看同亨 在今天漲停之前他是怎麼跌 從92塊跌到50幾塊 同樣的啊 一檔股票如果來到低檔了 你把它殺出去不是很可惜嗎 這是5490同亨 這是同亨的博日指標 各位有沒有發現 是不是到上個禮拜為止都是進入低檔區 也就是來到這個位置點 他都進入低檔區 那真正要賣的位置點 你不曉得要賣 他一直往下跌 結果跌下來的時候你在那邊賣掉 賣掉了之後 一旦他博日指標向上 哇糟糕了 今天又拉到漲停板了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那這樣的股票 你不如就等他博日指標向上的時候 等未來賣再反彈的時候 比如說很多人就問啊 那同亨他有機會彈到哪裡 各位他會漲到哪裡 這不是我控制的啊 但是從博日指標可以觀察啊 比如說微博再舉例個一檔股票好了 這一檔叫1525江森 好各位江森這一波從94塊錢跌到70塊 跌到70塊是什麼時候 1月12號嘛 1月12號從94塊錢跌到70塊嘛 沒錯吧 1月12號啊 那我們看一下1525江森 這是1525江森 這是江森的博日指標 好當天跌到哪裡 來1月12號的江森 是不是跌到了70塊錢 從90幾塊 為什麼他江森會下跌 因為江森下跌博日指標向下嘛 所以他下跌嘛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當他跌到這個70塊附近這個地方啊 請問他是高檔還是低檔 如果是低檔你剛好賣在低檔 懂我意思嗎 然後從低檔博日指標向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開始往上漲 各位那這檔股票會漲到哪裡 當然會漲到他博日指標 要未來再度轉下啊 因為當博日指標向下 他才會下跌啊 這件事股票非常多耶 來來來再來舉例一檔 這檔叫4426利勤 各位好利勤之前也是跌很兇的 但是利勤你看一下 這一波長成這個樣子 好重點來了 利勤之前博日指標向下的時候一直跌 跌到這個位置點的時候 各位是不是都進入所謂的低檔區 隨便看一天 請問一下到這個位置點的時候 是不是低檔區 當他來到低檔區的時候 結果你偏偏把股票殺在這邊 你應該等什麼 等他博日指標再度向上 他會出現一波反彈 你就算你套牢在這邊的人 你都要等到這邊 那積極的人可以等他博日指標 向上的時候做加碼 加碼之後看著博日指標上漲 你就一直續爆續爆 爆到他這一波漲完 你再把他全部賣掉 太多股票了 我們的時間其實有限 我們的時間其實有限 625264 叫F5等一下 這叫5264F凱勝 各位 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之前F凱勝下跌 同樣的 F凱勝跌到這個位置點的時候 一樣來看 請問一下是高檔還是低檔 他都是進入所謂的低檔區 懂我意思嗎 當進入低檔區的位置點的時候 你把它賣掉 等他向上的時候 他會開始往上彈 所以這類似有很多股票 都是屬於這樣的一個型態 因為這一波股票跌太多了 所以台北股市 只要博日指標向上 他就開始進入所謂的反彈波 那進入反彈波的時候 會有很多股票上漲 微博現在陸續續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有布局一些股票 對不對 那這些股票的話 你就等著博日指標 然後開花結果 然後等博日指標來到高檔 或者是博日指標再度向下的時候 把它做賣出的動作 這樣子對各位才是最大的保障 不要操作沒有一個依據 然後隨便亂買亂賣 這樣對各位是很傷的 所以現階段的操作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麼錯 那基本上 我們會盡全力來幫助各位 那如果各位不知道怎麼操作 微博張開雙手 歡迎各位加入伯樂家族 那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順利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陳東農務陳老師幫您避開風險 創造獲利 全面補五折 陳老師幫您避開風險 創造獲利 全面補五折 出價戰線0227525868 27525868 全東農務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陳東同富 擁有股票期貨雙制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普往福利 陳東同富 值得托付 1227525868 感到看不到要改善師父啊 龍心專業銀行貸款顧問 0266371353 龍心 旁邊各種人 母親 再回來心愛的護眼國 五聲六聲 ⑷